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梦克的经典作品《呐喊》则被引用 当作早上听到鞭炮声大作 而被吓到跳起来的无奈 同样是人潮多到满出来的知名景点九份 则是被日本网友用名画 强卤撒冰妇女来形容 其他像是士林夜市地下美食区的横冲直撞 被毕卡索的名作抽象形容 一系列作品让网友形容 真的是恰如其分 太中肯了 好吃吗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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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有名的料理 啤酒 真的 台湾的美食美景多 让来台湾游玩留学的日本人 近十年持续稳定成长 推特账号上的西洋名画看台湾 也许不妨可以看作台湾旅游 真正的实力证明 三天新闻众篮报道